升價千億元的國劇集團董事長陳泰明 最近為感情生活要上了媒體版面 但昨天他是以證人身份 來接受檢調約談 主要宣言國劇集團的子公司 童心店 在三年前併購了國內CMOS 影像感測器大廠勝利時 居中牽線的副新創投董事長 邱羅火 疑似在訊息發布之前 搶先購入股票 從中不法獲利 涉及了內線交易 陳泰明是以證人身份被傳喚 但是最近因為曾經有接觸過確診者 所以最後是以視訊方式來約談 而隨後離開了臺北市調處 時他也強調自己純粹只是幫忙 剪掉淚清案情 回到當初三年前 童心店跟這個勝利 我們合併的事情 那可能這中間有一些交易的事 就是我來對這個時程做一些 幫他們 幫他們釐清 國劇集團董事長陳泰明 深夜布出臺北市調處 他為一樁內線交易案 以證人身份接受檢調約談 檢調單位對這個邱羅火董事長 可能股票交易有一些疑點吧 表情徬徨進入臺北地檢署的女子 是復興創投集團的范姓董娘 她的丈夫董事長邱羅火 被懷疑涉嫌內線交易 不法獲利九十萬元 董娘訊後二十萬元交保 股份轉換完成後 將由童心店繼續上市 勝利公司是國內CMOS影像感測器大廠 2019年底被國劇集團的子公司 童心店以換股方式併購 據了解當年陳泰明和時任勝利董作的劉福州會搭上線 就是由邱羅火居中牽線促成併購案 他早一步得知消息 在重訓公告前就搶先買進勝利的股票 不法獲利九十萬元涉及內線交易 而陳泰明和劉福州稍早也都以證人身份 接受北檢的約談 這兩天也做了快篩 也一切都正常都是暈性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才對 但身價一千三百七十八億的陳泰明 仍並未現身北檢 據了解他最近曾接觸確診者 才剛做完快篩 檢方決定讓他採視訊方式接受復訊 記者綜合報導